詞曲 李宗盛 李宗盛 哈囉 各位朋友大家晚安 我是哲學星期五台中的志工 我叫小奈 我想問一下你今天是第一次 欸我們是哲學跟星期五嘛 那其實平常我們都是 在禮拜五晚上聚會 那我想請問大家是 第一次來到哲舞或是哲飛舞 請舉個手好嗎 並不是 好 謝謝 好 那我還是簡單的講一下 那就是哲舞的精神 其實哲舞在台中 已經運作大概兩年多的時間 那為什麼我們要有哲舞 其實哲舞最早在台北 有一群人在世大夜市 他們拿了大聲工 然後就開始討論公共議題 後來他們就移到室內的空間去 然後每個禮拜五固定的聚會 那哲舞討論什麼呢 其實什麼都可以討論 就是只要有公共性的議題 我們就會拿到哲學星期五 這個平台來討論 我們討論過 包括去年的反課肝的成功 或者是我們在地的 包括老屋的新生 或者是 就像譬如說 像是還有一些人 在說第一廣場的田調 或是好人文化行動 或是比較全國性的公投 罷免等等的議題這樣 所以其實我們哲舞 討論過非常多的主題 那我們會想要在台中 也用一個哲學星期五 是希望說 其實我覺得哲舞在台北 已經大概四年的時間 那哲舞台大概兩年多 那會希望說其實 每一個各地 像其實在台灣 在新竹啊 包括高雄都有哲舞的聚會 那其實我覺得哲舞 它會在各地 會有長出不同的樣子 不同的風貌 可以討論不同的在地的議題 那我們希望說 我們雖然是小國小民 但是我們是好國好民 那好國好民很重要的事 其實每一個人 都應該是公公事務的主講 我先預告一下好了 就是待會兒我們會有一個 大家可能從小到大都 不知道講過幾次的一個儀式 有點有趣有點可愛的儀式 但是就是我們等一下會自我介紹 大概一個人抓十秒鐘的時間就好 就是簡單介紹說 你是誰 從哪裡來 那你今天為什麼 會想要來聽這個主題 那如果你對這個主題 你有想法你可以提出來 或者你如果沒有想法 也沒有關係 其實哲舞是一個 非常開放非常自由的空間 你要很輕鬆的介紹你自己 那大家可以稍微想一下 就是你待會兒的自我介紹 要說一些什麼這樣 也許你有一些想法或是問題 在你的自介中提出來 也許講者就會在我們 等一下的那個 分享的過程中 他可以穿插的去講 那再回到哲舞的精神 有一個很重要的 就是除了在地的 大家的公共參與之外 還有一個很重要 其實主角不只是台上的講者 還有台下的各位大家 所以其實我們在 其實哲舞非常歡迎就是 也許哲舞從來不說自己是一個沒有立場的平台 我們就是有立場 但是我們歡迎非常多不同立場的朋友一起來現場 那不管你今天對於福以之主的想像 你是有什麼樣的想像 那沒有關係 那我們很希望說就是透過這樣的公共聚會 我們可以凝聚一點點的共識 我們可以凝聚一點點的共識 那即使沒有共識也沒有關係 當然這是哲舞一個很重要的精神 就是我們要交流 我們要溝通 所以在溝通之前 我們需要簡單的認識彼此 所以我們才會有一個自我介紹的形式這樣子 那因為我們今天講者很多 所以我就趕快把麥克風傳下去 讓大家簡單的做自介 請大家把握大概十秒鐘到三十秒時間這樣 謝謝 學妹 喂 嗨 阿里姿姐 對 喔 我上次 我第一次來的時候也是遇到學姐 然後我真的好可愛 我是彰化女中的學生 然後我現在高三要畢業了 然後可是我是指考生 但是我 今天有去學校嗎 我問一下 先 有 阿里穿這樣進去嗎 不是 好啊 可是 好想喔 有沒有認識到哪裡去啦 有穿裙子嗎 沒有 現在可以進去了 蛤 現在可以進去了 我們用長褲啊 不會熱嗎 我不喜歡穿裙子 因為以前張女的規定是 就算夏天你也不能穿長褲 好像 對 有一種熱就是教官覺得很熱這樣 所以你不能穿長褲 不好意思打斷你 所以我覺得雖然 我們好像在四天就要畢業 所以 但是我覺得就是 社會的事情就是我們的事情囉 所以也不是說 我們畢業就不關我們的事情 所以就想說來聘 然後順便就看能問什麼 就這樣 謝謝 謝謝 因為張女之前也有一個爭取短褲進出 校園的行動 去年就知道 啊有成功 有點不了了 但是今天從下學以來也可以穿運動舞 OK 但是這樣子是不合格的 一定要整套運動舞 好搭配的概念 謝謝 呃我有第一次來 然後我就知道話你怎麼看出來 然後我這次是跟同學來的 然後我覺得 後來這裡是因為我覺得 就是最近的服衣改革 就沒有為女校發生 就是本來出來的都是男秀 然後都會覺得就是變成把制服改掉 好像就是一定要穿制服 穿便服的 就是完全沒有 就是我覺得他原意應該是要往女校長 都可以穿更多 嗯 就是親愛自主並不是廢除制服的事情 所以我覺得他應該是要廢除服衣規定 就是只要是學校內的衣服 他都應該可以 嗯 對 好謝謝你的想法 我現在是大學生 我現在是大一念台文系 然後因為我這裡都在台北的哲武 然後我第一次來台中哲武 對然後因為雖然我現在大學生 可是我覺得就是制服的議題 就是我們之後的學弟妹都還是會經歷 然後因為我們學校之前制服規定 就是很鬆 就沒有這麼緊 所以想要一次 高中是 台北的高中 台北高中 是私隸公立的嗎 公立的 啊滿鬆的 就是沒有這麼鬆 然後在學校也可以穿著拖鞋 然後就走之類的 方便講來的學校嗎 泰山 泰山 對 然後就可以穿著拖鞋 然後軟化 然後也很多人在學校裡面就穿便服 然後我想來聽就是其他學校就是 就是就是對制服的規定到底是怎麼樣 謝謝 謝謝 大家好 我是冰心 然後今天會來是因為強者邀請我 然後因為我距離高中制服的日子已經很遠了 所以就是來算是複習嗎 因為這個議題如果沒有 如果就是生活中沒有制服的話 可能會有一些偏離 所以今天來聽聽看 看我想的一樣 很多人都是高中的 然後都是生活中的制服的人 來聽聽大家的想法 謝謝 好謝謝你 大家好我叫童玉文 然後現在他叫我們高男生 就是你 然後我今天來的一方面是 我自己是複習先生成員 然後另外一方面是 就一直很想聽聽看 就是建篝高中到底 對到底到底 到底裡面的起碼是怎麼樣 大家真的很羨慕建築 謝謝 我是吳成全 然後我是第一次來 我是會文高中的學生 那因為我們學校其實管的沒有很嚴 但是學校主任在前幾天 在教會上面說什麼 制服是為了校園安全 然後什麼 他存在的必要性 對 然後 所以就覺得 因為我比較常常的就是 其他學校到底是死那樣的情況 大家好我是戰友齊 然後我今天就是來提的幹部 謝謝 大家其實可以講一下 自己的學校的規定是什麼 大家講我一下 這樣 我現在學校就是 雖然沒有公開的講 但是現在就是教官都不抓 但是班導會一直記就對了 他記了幹嘛 就他就是進行長中服務吧 哦 就好了 就是大家從小就培養當女工的心思 大家好我是黃俞生 然後我是來自立中 那在這個議題開始之後 就是最近好像反而 比較沒有看到教官在抓 然後之前是 因為我們學校兩個門 然後兩個門都有教官 可是就是兩邊的 就是抓的方式 就是時送時警就不一樣 就有時候我從某個門進去 然後我不是穿 我是穿便怪套 然後就沒關係 然後只有有一次 就走另外一個門 然後就可以抓 然後就還要半個小時的 那還是要孤日就很煩 對 那絕對 那絕對 那絕對第一高更一致才能夠好 對 謝謝 我是大一的心思 然後那個 我是來聽聽看其他人不一樣的想法 然後我自己以前 國中高中是同一所學校 然後我們獨立管得很嚴 聽說我前幾天回去還是一樣的嚴 就是沒有差別 沒有差別 是私校嗎 是 通常好像聽說私校或什麼 一個奇怪的地方 國度 大家好我是傅勳誠 然後我現在離川市府的日子也蠻久 因為我畢業一年 然後我想要就是 就是對這個一定都有了解 因為就是最近政府新的一個政策 然後在網路上社會上 大概蠻多我們討論 想要聽一下大一件 然後還有就是 聽一下現在在學校裡面 有造成什麼影響 因為這件事 台中一種的 然後我剛才聽學弟講 就是制服的政策 很不一致 真的是看教官 就是對 可能教官內部 他們管理人就是不太好 對 謝謝 我是回到高中的陳農林 那我今天想來的主要是想聽 我們學生能夠跟校方做理性的溝通 還有希望知道知識者 跟反對者兩邊的聲明 那還有另外一個原因 是因為我們下一期的校看要做 相關的專題 所以以前來這裡聽聽看 這裡是校看社人 對 好 謝謝 我是佛教蔡宇傑 我是少美女中國三的學生 那我們學校的服役規定非常嚴格 從先是必須是 就是先大部分必須是白色的 然後襪子必須過那個腳踝 法式不能是黑色以外顏色 也不能穿體育服進廚上 就是說有體育課的話 一定要帶體育服去學校換 還有就是我們夏天的時候 也不能提到自己 自己想要穿長褲或是裙子 去決定 那這個部分是前陣子 有學姐跟學校相信爭取 來一個實生座談會 大概就是一件交得 雖然那時候我有去 我覺得校方的地場還蠻堅硬的 就是說這項規定還算有通過 就是以後不管你想要穿長褲還是裙子 都可以 但除了這部分以外 對 其他組合有收到的 OK 好 謝謝 再寫一下 我是進入這項大學的 然後其實我距離穿制服的日子也非常卒順 對 其實畢業至少三十年了 那十年我穿制服的感覺是什麼 我只能說我當的時候在學校都會說 我們已經非常的自由了 你們不用管襪子的顏色 那球鞋的顏色也不管 那你們冷的時候可以加自己的外套 也可以微微一進 對 就是學校其實那時候會一直說 我們跟其他學校比起來 你們可以穿長褲或裙子 或者是你可以穿英國附近的 你們已經算是很好的 但是說實話對我而言 那時候我還是覺得晚了很多 那是包裙的什麼就是 好 昔任 對 那那時候他們是說 我只記得那時候 我們曾經去嗆過一位教官 那時候我說 我為什麼不能夠自己選擇 我要在什麼時候穿便服外套進出學校 我說貼氣這麼冷 因為學校那時候有個很奇怪的規定 是四度以下 我記得那個數字 才可以穿便服外套 所以教官拿不出去這樣會說嗎 會 他會 他會報告說 今天的什麼氣象局 會就是說今天氣味是幾度 所以你可以穿就不能穿 我就說 可是教官 我今天早上起床 我覺得很冷 對 那為什麼不能穿自己的外套 我就說 我覺得學校外套不夠薄 那你又要求我必須 把學校外套穿在外面 所以我穿上我自己的貨外套 再穿學校外套 說實在話 他實在是很不人體工學的一個方法 對 那那個時候其實我們有很明確的去抗議過 不過其實我們沒有多大的反抗 就是學校其實沒有給什麼回應 唯一有一個班級他們成功了 只有他們班級成功 因為他們的班導師站出來衝去教官室 直接罵教官說 平時我們覺得14度很冷 我覺得8度比較冷 你要不要改成8度 後來教官就是非常的為難 但是因為學校有規定是 你寄過必須要是教官簽拿給班導 班導簽完名之後才可以成功的寄過 所以那個班導師 那個時候回去跟班的同學宣言說 你們想穿自己外套穿 寄過單來了我不簽 所以他們是全校唯一成功革命的 對 我們那時候覺得還蠻厲害的 可惜我不是在那個班級 謝謝你的分享 大家好 我第一位也是第一次來 然後我距離穿制服也有點距離 所以我們今天其實受我隔壁的 這位非常激進的奮求來 太好了 那因為我自己在學校的時候 其實並沒有覺得說他們管我服役 我認為就比較大的反抗 可是我認為說我那時候所存在 我在的體制 或是我現在仍然在的體制 對我的一種壓迫比制服還要更大 那我今天來其實是想要聽一下 就是任何有想法的人 他們是怎麼想這個議題 其實說平常我可能 比較有點想說走出同溫層 就是在我身邊 就距離在我身邊的人 他們可能想法都差不多 那如果我來這邊聽到不同的想法的話 我會覺得這個還蠻有趣的 對就是不管真的很好 謝謝你 謝謝你 沒有講過 謝謝你 那個大師傅 我是在的林生強 然後我來自小花科的講 就是 就是 突一的話問題當中 就是 不算是生腹就是不用 就是生腹就丟在出來 然後你都在一起 所以 還是就是 在那些時候 你自由 保 我要做你肯定 因為其實 在當中還是有些班級 老師會規定 就跟馬先生講的一樣 就是 就是老師會規定把他們穿便服的學生名字記下來後再進行按照的處分 也就是繞一個彎 這幾本就算是有什麼差異彎 那我這幾年在國中的時候是讀一個私立學校 那個私立學校叫做維新中學 是個國高中的學校 那那個學校對我最遇上稱呼的也是福利 因為他的福利其實有點算是男女有別 像男生穿的話 男生穿內衣跟男生穿內衣其實教會不太懂 但女生就有小學會女生都會聽女生說 她內衣的人穿白色跟黑色的新色 對 很慘 還有其實溫馨 溫馨以前的話在柔頭 有一種女生是會穿自骨有穿長褲的那段期間 結果你知道為什麼現在都沒有自骨 來聽一下原有 因為學校我們聽就收到一個訊息說 呃 我覺得 溫馨的女生還是穿裙子比較好看 自此之後 女生都沒有 沒有穿自骨長褲 那其實 這福利智爾 福利 福利 我剛剛講 福利 我剛剛講 福利智爾是可以看出一些差異役 我們人是屬於一個男女有別的動態 再者 我們想要變成什麼樣的人 所以我們有什麼時候才會變成一個真正的自我觀念 對不對 對 其實有這種福利智爾是讓我們訓練成人的一個最重要的一個階段 像 那我就不再多說話了 好 好 大家可以坐一下時間 因為我們直接講出來 有 大家好 我是金城的 然後 嗯 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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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歡迎福利的話 嗯 就基本上我現在也沒有很管學校的規定 現在其實我覺得其實 其實說中也沒有很鬆 說中也沒有很緊 然後就 很中間的地帶 然後我就隨便 就差很期待 一半七倍寄來吃 結果都每次我也不知道幹嘛 然後 會把福 嗯 理論上應該是記五次都會被記過 可是教官都沒有記 然後也被找到談話 然後說可能是因為我之前就是有 有跟學校就是 就是增過一些學生 然後雖然可能他們說我很難搞 就不想理我之類的 我是這樣猜啦 所以其他人一群還是有被群發的 應該是有 對然後 對我現在就隨便搶 對 謝謝 我是陳以馨 我來是彰化女中 然後我們學校 國內也是要穿制服整號進出場 然後剛才曾經學姐說 現在原型可以穿運動服 是只能穿運動場褲 我覺得這裡很不合理 我做不出嗎 現在這裡 對 然後我今天都想來這裡 因為我們班島一直在班上說 有努力自由很可怕會影響到制度什麼事 所以我很想要來這邊看 監控告中的制度到底是怎麼樣 謝謝 我可能會破音 因為我已經連續講了兩天我的音樂 其實超累的 我在先臉書 我現在到我大概快要破百了 是你坐下 好 我不認得 好 可以 因為其實學校不知道 不知道我在說什麼事情 那你也會介意拍照或直播嗎 我可以 沒錯 沒錯 反正都都快白了 有點 就是說 因為我覺得目前的現況 很多學校學生其實是很兩極端的走向 然後快的是不想 完全不想的情敗狀態 那我們主要是幾乎是沒有在思考問題的狀況 那 因為我出來開始想之後 就開始有點在定我這樣 然後就會覺得有點小問題產生 所以想聽一下就是剛好聽到的時候 跟學生會有過爭取的 所以你們連續是爭取什麼 我想要爭取兩件事情 就是制服專型 還有另外一件事情是校服的規定彈性 我覺得只是 我只是想要有那個空間 就是怎樣的空間 這樣才能夠有下一步的發展 甚至是這樣就夠了 但是 現況是 就是大家還是不太能夠 理解這個的用意 OK 謝謝你啊 大家好 本來是那個正琴中學 然後 我們學校就是 就是也是很溫馨一個MU 像剛剛講的那個什麼 女生那一個也是也是有關 然後 百話 雖然 雖然大部分人不會去理她 然後 也會說比如說 像是 你不管像今天 你最完美的那一件一樣是學校圍合的那種的 那當然 當然穿遍我現在的學校一定就是被罵到掃頭 這樣 那我是 我自己是前幾天 我不知道 確切來想我從什麼時候開始感染到自己生活在一個被壓迫的世界 但是 應該是從我開始 有點晚頭麻油場那時候開始吧 就是 前幾天我會開始想要穿遍我們到學校 那就是 也是有 遇到一些麻煩 這樣 他們 跟我們就是 如果要進行一個理性的對話 的話 起到那個什麼問題 因為比如說 他們可能會以為說我們想要廢掉制服 但事實上也不是 就是 應該是說 是要讓我們 可以選擇要幹嘛 因為制服也是有它的好處 這是不能否認啊 比如說不用換到箱子衣服嘛 對不對 所以 應該是說要 弄清楚對方在想什麼 這我覺得真的很重要 好 那你先講一下 好 謝謝 大家好 我已經離開校園大概四年 我現在是大學 那想要來聽是因為 所以 就是 我在 情侶舞的營隊還有 出賽的時候看到就是 女中很 確切的去爭取 有關於師父這一塊 那 不想要不去馬上就是 各位 對方中生的想法 對 好 謝謝你 大家好 我是黃高中的學生 然後今天是第一賽 歌舞 然後 我選校現在的情況就是 跟前面一位 我黃高中 我黃高中學生講一下 我們現在 是沒有公開講說 就是教官就不會 已經不會抓捏 那 今天還是想要聽說 就是其實就算在教 教育部修改那個 注意事項之前 我們學校就是 有些老師 或是 教官其實也沒有在發辯 補加很嚴 可是 身邊那些同學或是老師 會把鼓勵自由 想像成一個 是很可怕的東西 所以 剛剛今天有這個題目 所以我還想聽聽看 這邊講課 你有什麼想法 好 謝謝 簡單的字 我介紹你是誰 各位大家好 我姓陳 路人獎 第一次進來這邊 好 謝謝 水豐四海 我們每禮拜五 會有同性的哲學心情 這樣 你好 你好 我就想出來 聽一下 高分生 怎麼探 智福 這樣 然後 我不小心 很常去各個學校 振興回去過 文心我也去過 然後很多奇怪 很多可怕的學校 也去過 嘿 然後我就想一下 可是 就 我不知道你們怎麼想耶 就是我們 我們 我們在 看 我們把它當作一個 社會世界在看待的時候 可是 高中生的聲音其實 很少 或者說 就像剛剛有個同學 有一個 有一個 呃 旅會者談到說 同溫層的問題 對啊 這個好像也是一個同溫層的問題 就是 好像都沒有聽到 我自己的臉書 就有很多高中生 他們 他們 臉書 通常也是 很多自拍照 我真的 好像也沒有聽到 是他們怎麼看製品 這樣 所以我就覺得 還滿有趣的來聽 呃 在座這些高中生怎麼想 謝謝 謝謝 大家好 我是來自衛道中學的學生 然後 呃 我自己之前是留長頭髮 是不是 然後 然後就是 被學校各種調查 就是這樣 所以我是蠻 我是 呃 支持是 爭取學生的福利自由 就是 因為 因為每個人有自己的背景 每個人也有自己的權力 去決定自己 可以是什麼樣子 所以 所以 我今天 就是想要來 聽聽看 就是 來自各地的 大家的想法 對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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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我是 我是 我是 大家 我剛才來 其實我說來自 那 在 我是 這禮拜五的 日本青人 啊 在座我應該 我年輕人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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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前 做兵力 我以前 應該是 對我來說已經是三十十年前的事 如果是我們 當時在穿這個 嗯 也是 我們 我們 一般都去買 也 有些事情就是用作的 其實 這個 這個 有些人說解決 其實 我在看 不管你穿便 你 像 整個 統一的 這個 其實 這個 都不是 這個 不是 透明的問題 我剛才聽到 他說 他說 他 其實 其實我是在學長 是嗎 對 我們 那時候 我們 在教會 在教會 很嚴重 我們 有一個學長 像 審配給女兒子 就馬上退了 我還怕我 這種情緒 對啊 但是我都在學 因為我們 我們 我們 男生部和女生部 現在我們不知道 我們 不知道 我們以前 不是這麼嚴重 但是 我以前到外 生在那裡這麼嚴重 我同 我也有生存在 我 在洋蔭 一種方式的女空 我當前女生 都 跟我們 無情編 我們 我們 用各種方式 來 我們 我們 大家的生活 大家的生活 好 謝謝 大家好 我是 我是 然後 我算 也是都在台中工作 那其實我是彰化人 所以我 彰化高中的時候 是讀 就是在某間私立學校 彰化市的某間私立學校 應該很 所以 今天 應該有一些 是有學筆美 對 然後 我稍微講一下說 我們那時候的那個 很幸福的狀況 其實 那時候就是 其實是蠻好看的 但是我們就是 一定要在外面去 就是去西裝店去定做 然後我們的體育服一定 那個褲子一定要改過 下面就要有打鍊 這樣子 對 反正就是我們就是過那個年代 可是我們還是 進下我們還是會檢查 比如說你的襪子 其實是有兩條線 然後就會 會被某個社團 就是祭祭點這樣子 可能中午就要去發展 對 可是那時候就是 呃 可能跟教官關係好一點 因為是某社團也知道 不是教官 知道 不是教官 你們應該也知道 就是男社嘛 對 就是想辦一些計劃活動的時候 然後所以教官也就是 不開演舞這樣子 就只要不要太誇張這樣 對 所以就大概是那個年代的 應該是十幾年前吧 對 就是那個年代的狀況 對 但是取締 我覺得 就是可能 昨天的狀況 好像剛剛 最近剛畢業 可能還不然就 好啦 就是 其實我剛剛 就關於福音 就是說 學校不能因為 學生的服裝 也有去懲罰 就是這件事情 我是覺得 剛剛也有個張遠的同學講的很好 就是說我們不是要廢掉制度 而是說我們有權利去選擇 我們要穿什麼衣服去學校 對 然後我自己覺得是說 讓我們的學生就是可以 就除了我可以自己選擇 自己什麼時候去學校之外呢 我還可以就是說 不要 就是學校當然是會想要讓我們 變成但每個人都一樣啊 這樣他們好管理 讓他們比較乖這樣子 對 但是我覺得是說 所有學生可以讓我們每個人都長得不一樣 都有自己的樣子 對 所以 其實這個才是我們教育 應該要修正的地方 謝謝 大家好 然後我覺得我個人是支持就是服役治療 然後我覺得 服役就是自由的話 除了自主能力管控會上升之外 就是服役 制服跟真正的事實實在很明顯 也規定 就是像我們學校 之前不開放短褲進行校門 一部分原因是因為說什麼女生露腿不好看 然後那種 他們剛剛講 我就覺得 支持家 家女改健成性真實 然後 然後 冬季的話 冬季他強調的重點就是你冬季不可以穿運動服 運動服的那個外套進出 你只能穿西裝外套 就那種非常硬的那種西裝外套 而且你還要把你的白那種白襯衫的領域 一定要翻船 你不翻船就會被揪上 然後我覺得真的是非常不合理 對啊 對不對 謝謝 其實我不讓你自接了喔 不好意思 我發現我也對不起那個 我之前學生 因為我就跟他們成功說 我會盡量把開場 那個十分鐘 但是我還是想要下一兩個小節 就是 我覺得就是說 也蠻難過就是像阿公剛剛分享說 我是長女畢業的嘛 十幾年了 過去了 我們還在 我們還 學校的服務幾乎是沒有進步的狀態 就覺得這十幾年到底 時間過了怎麼學校都沒有進步這樣 好 這是我覺得比較難過的事情 第二件事情是 也還蠻開心 就是說 我剛剛聽到大家 很踴躍 其實我一直很想打斷大家 跟大家講說其實時間很緊迫 可是我一方面覺得很感動 其實 哲午 以往的一些討論的時候 也許年齡層會稍微 比較高一些 然後就會發現說 其實年齡層越高的 所謂的聽眾 他們不太敢想自己的想法 可是剛剛大家 因為蠻多都是高中生或大學生的 我發現你們很想要 把自己對服飲的想像講出來 就是至少我看到說 也許學校這個體制 它沒有很明顯的變化 但是我們看到學生其實變化很大 就至少學生是很願意分享自己的想法 不好意思這樣走太久 好我把麥克風交給唯一 謝謝